詞曲 李宗盛 剛才講到像永續發展 10年前開始唐教授給這個講 永續發展其實在2000年以前就開始有人在講 但是其實不像這10年這麼被注意到 其實10年前要講永續發展 我覺得唐獎算是少數幾個 開始把這個問題點出來的一個重要的獎品 所以我覺得要讓一個獎在國際上面能夠站得住 第一是獎項要講得出一些道理 這個你剛才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二來是選出來的人 是真的要在這個領域裡面非常傑出的人 不然是選人家阿嬤阿古人家說你這個什麼獎對不對 所以其實過去我查了一些資料 唐獎班的這些對象好像沒多久 就會拿到其他的這些國際的獎 像什麼諾貝爾之類的 像2014年 2014年生技醫藥獎頒給美國的免疫學家 對 好像你在提醒諾貝爾獎說這些人不錯你看一看 你看看 在發動作篩選一樣 我想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第二點 獎項要有它的意義以外 仍然有空信力 唐獎選出來的人 諾貝爾獎跟著也就選出來 那難道會不好嗎 而且我們還提早4年 最難得的是這兩位是我們把它湊起來的 剛好像汽車的一個腳剎車跟手剎車 結果剛好是兩個重要的途徑 它可以解決免疫療法 現在是非常熱門的一個治療法 對對對 那後來諾貝爾獎也就是這兩位 也是分給這兩位 所以這個是很難得 他們其實並不是一個合作團隊 他們是兩個人做不同的方法 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你們覺得這兩個都很有潛力 對 把他選出來 結果諾貝爾也是選到他們的 出起來 因為都各有貢獻 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 不能說諾貝爾獎超你們 這個就是大家的英雄 肯定 對沒有錯 所以這個2016年 是 坦講你們也選上了 包括 Jennifer Donner 跟另外一個法國人 Emmanuel Shopping Dale 他們其實是一個team 是不是 沒有 他們兩個合作比較多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 MIT的張峰 張峰 對 但是他們選了這兩位 對 對對對 所以你們2016年選了這三位 是 其中兩位也拿了2020年的 對 諾貝爾獎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 唐獎挑的人 的確是一時之選 所以後來 可以從諾貝爾獎得獎人驗證 說其實選人也是非常非常的 客觀公正 而且是一時之選 對 後來諾貝爾獎挑到這些人 跟你們幾年前 唐獎挑的人 重複 你當時有什麼想法沒有 你覺得 這個對唐獎來講什麼 特殊意義嗎 我覺得就是說 不是只有生技醫藥這個領域 因為他剛剛諾貝爾也有重疊 對 其實他代表我們其他三個獎 也都是世界頂尖的 因為他整個運作的模式是一樣的 我記得Grow拿到我們 2014年的勇氣發展獎 對 他那個時候 他是挪威的三任者 而且在聯合國很重要 我記得 勇氣發展委員會的主席 因為女性的總理 對 那他後來決定說 接受這個獎 他還問說其他得獎人 是怎樣 因為你一個獎 假如是阿媽阿狗 他在最高的榮耀 他也會覺得 不是很comfortable 對 但是我跟他講說 你放心 都是非常outstanding 結果他到台灣來參加 頒獎典禮 然後我們有 Loreal Lecture 就是他們在講的時候 他從頭聽到我 聽完了以後跟他們互動 他跟我講說 Jesse 他說每一個都是最outstanding 真的喔 所以這個就是 已有榮焉嘛 但是會這樣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我們有很強的 評選委員會 他們能夠掌握 整個世界的 欺世跟重要的人物 然後透過人家推薦來評選 為你不要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 都是 X-7 你們最少的 那麼會 你不要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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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這樣